还穿书嫁给丑陋的怪物太子 因为他知道太子长大后 会变成颜值逆天的帅哥 所以一点也不害怕 还把他宠成了宝 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穿书了 经过了解 这才得知穿到野兽与小姐的小说中 而且是十九镜颓废文 当时自己还看得有滋有味呢 书中的皇太子是个受诅咒的丑八怪 全身长满可怕的文样被所有人厌恶 而他穿越到女主的姐姐身上 从小与皇太子叮了娃娃亲 可婚礼当天 太子妃看到皇太子丑陋的脸时 被吓尿了裤子 当场选择了头不洗脏 因此布雷克陷入了绝望 认定自己就是个害人的怪物 从而结束了悲惨的命运 想到这里 布雷克一定很伤心 在原著中 最爱的角色就是他 那么改变他黑暗童年的机会来了 决定去给他送温暖 当他打开皇太子的房门 别别过来 随着声音他停下脚步 只见一只团子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 我很丑 不要靠近 你会被吓尿的 安施雅反而快步上前 二话不说一把掀开被子 皇太子顿时愣住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女孩 半天才反应过来 捞起一只枕头将脸埋了进去 害怕自己的丑脸被女孩看到 当看到布雷克 发现根本不像小说中的阴暗颓废 反而像只乖巧可爱的小白兔 忍不住伸出自己的爪子 一把将他脸上的面具给摘掉 温柔地捧住他的脸颊 我从来没见过比太子殿下更好看的人 他很意外 因为从来没有人夸他好看过 安施雅表示自己没有撒谎 这精致的鼻梁 完美的下恶陷 完全是潜力骨帅哥一眉 可布雷克却将他的手甩掉 你不是讨厌我吗 他连忙解释 我并不讨厌你 我当时没想自尽 只是心血来潮去湖里洗个冷水澡而已 他说谎了 不过现在自己才是安施雅 听此男孩瞬间落泪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我嫁给这么帅的人怎么会想不开 将小哭包搂进怀里柔声哄着 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你 太子殿下瞬间红了脸颊 谁知接下来 他说了一句虎狼之词 今晚我们一起睡觉觉吧 太子顿时傻了眼 脸色仗得通红 好像自己说错话了 原来安施雅家族拥有光的能量 可以解除布雷克身上的诅咒 但必须要身体接触才行 见他难为情的模样 解释我们已经结婚了 同床共枕在正常不过了 怎料他害羞地把脸埋进枕头 他觉得布雷克不像小说里的阴暗颓废 怎么看都像只乖乖的小兔子 一把抢过他的枕头 以后我们每天都要睡在一起 布雷克十分震惊 询问真的不介意和他这个怪物在一起吗 当然不介意了 然后紧扣他的双手发力 试试能不能使用光的力量 可他使出了吃奶的精也没能消除诅咒 失望地转身离去 突然布雷克一把抱住他 哀求他不要走 他笑嘻嘻说自己没打算走 意识到自己刚刚的行为 他又缩成了红团子 觉得安施雅讨厌他这个怪物 他用小指勾太子的小手 以我的性命发誓 永远都不会讨厌太子殿下 他瞬间感动得两眼泪汪汪 他不禁调侃 我的小丈夫就是个爱哭鬼 我才不是不睡 好了 我知道你不是爱哭包 晚上他哄着小丈夫睡觉觉 然而布雷克连睡觉都抓着他的手不放 生怕他逃走似的 第二天 他一睁眼就冲小媳妇黑黑傻笑 憨憨的笑容实在太可爱了 心里暗下决定让他永远这么开心 这几天通过和布雷克朝夕相处中 他发现了不对劲 厨房准备的菜品不仅单一 而且还都是馊的 都跟吃猪是没两样 一天三顿连一点肉末心子也没有 他以为太子殿下是素食主义 询问才得知他喜欢肉和海鲜 看来是哪个不长眼的欺负他 冷脸放下餐具 然后吩咐侍女 去把侍从长叫到我的书房 插了一块蘑菇头位布雷克 其实他根本不喜欢吃蘑菇 但小夫人头位盛情难却 却只能乖乖张嘴 眼睛一闭 咕噜吞了下去 咽完还一脸自豪模样 安施雅直呼好可爱 把剩下的也吃了吧 侍从长来到太子妃面前 不仅不对他心理 还傲慢质问找他什么事 无非是认为我是个不受待见的皇太子妃 不如他侯爵之位高贵 为什么皇太子殿下的饮食这么单调 侍从长敷衍说宫里的预算不充足 就算预算不充足 那也没穷到连一块肉都吃不上吧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啊 他霸气说道 你被免职了 当听到丢了工作 他不可置信争大双眸咬牙发怒 安施雅又以他犯下贪污重罪压入地牢 他顿时恼羞承诺 对他大声咆哮 再加一条侮辱皇室的罪名 侍卫领命照版 他拿出一份写好的名单 打算把小说里背叛布雷克的人全部开除 应把厨师也赶跑 没人给做饭 只能自己上手了 来到后厨打开储存柜 发现藏着好多好多的食材 他瞬间火冒三丈 宫里藏着这么多珍贵食材 竟然给殿下吃草 挽起袖子决定要大展厨艺 给小丈夫做一桌美味可口的饭菜 看到一桌丰盛的食物 布雷克很是惊讶 没想到他的小媳妇不仅仍美心善 还会做饭 他插起一块可爱的肉饼合着米饭 投喂给布雷克嘴里 食物的美味瞬间冲击他的味蕾 真的好好吃 看着他满足兴奋的笑容 只觉得好可爱 幸福感满满 怪物太子的情敌出现 要把他的小媳妇给拐跑 原本在媳妇面前哭唧唧的小奶狗 面对情敌时毫不手软霸气护妻 谁也别想欺负他的太子妃 安施雅霸气产出了安插在太子身边的奸细 同时也引起理查德的注意 这天他找到安施雅 企图拉拢他成为自己的人 一见到他就认出来 他是小说里满怀野心的公爵之子 不仅基于皇位 还暗中谋害太子 谁知理查德一见面就质问他 怎么把太子宫里的人全部赶走了 是因为当初拒绝你 所以在生我的气 听此他气得火冒三丈 表示太子宫里的事与他无关 怎料便脸向他道歉 当初拒绝他的表白是迫不得已 借给他十个胆子 也不敢娶未来太子妃 这个普希男未免自作多情 觉得我还喜欢他 理查德你想多了 谁会喜欢你 你不过是个普通贵族 竟敢对皇太子妃无礼 他顿时震惊 没想到安施雅变得这么快 刚想拉住他的手 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握住 怎料是皇太子布雷克 他一改往日哭鸡精一样 秒变凶狠的小狼狗霸气护妻 安施雅说过他不喜欢你 理查德刚想狡辩就被打乱 他语气冰冷 你应该叫他皇太子妃殿下 当看到他的眼神 他立马怂了 恭敬鞠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公道前 恳请您原谅我的誓言 布雷克甩开他的手立声警告 要是再敢对皇太子妃无礼 倒是别怪我不客气 他瞬间吓得屁股尿流跑了 他毫不费吹灰之力把情敌赶跑 然而转身面对媳妇时 秒变乖乖的小白兔 表情十分委屈可怜巴巴 却说着霸道的话 你不要看别的男生 他握紧小丈夫的手 我最讨厌他那种油腻男 我喜欢像兔子一样可爱的男生 他羞涩地蹭了蹭小媳妇的手 人人惧怕的怪物太子竟然是个气管炎 小媳妇笑呵呵说要帮他洗香香 布雷克眨巴着卡兹兰大眼睛 反应过来立马开溜 小媳妇牢牢将他摁住要带他去浴室 他害羞地死活不肯 原来是布雷克从出生起就带有诅咒传闻 只要接触到他身上的文样 就会厄运缠身 他害怕诅咒传给小媳妇 一把甩开他的手 安施雅知道传言都是借口 明白不想让他看到身上可怕的文样 温柔地抱紧他安慰 和你在一起每天都很幸福 所以不要总说自己是怪物 那我们一起去洗澡吧 怎料他还是疯狂摇头 脸瞬间烧成猴屁屁 我会害羞 安施雅乐了 原来是小丈夫不好意思了 看你可爱 忍不住逗女丸吗 把太子殿下气地挥舞着小群群 最后布雷克同意了洗澡 他便由于解开衣服扣子 便叫小媳妇不准笑话他 又哭唧唧地说 看了你不要离开我 我的小丈夫这么可爱 怎么会离开你 快点洗吧 再拖下去就天亮了 当看到布雷克身上的文样 感到心疼不已 温柔地紧握住他的手 据说诅咒文样蔓延时 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可想而知他承受了多少的痛苦 他指着顾雷克鼓鼓的小肚子开玩笑 说这是可爱的啤酒肚 整得他瞬间哭唧唧 直言从今天开始不吃饭了 不吃饭那就一直没我高了 要多吃饭才能长高高 对我要多吃饭才能比媳妇高 谁知还没等他长高 情敌又来翘太子的墙角 不仅给他的小媳妇送礼物送情书 还送闪瞎人的大钻戒 为了阻止媳妇被拐跑 他撒娇卖蒙求报报 安什雅看着眼前的情书 写了一大堆如何喜欢他 是理查德那家伙 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样 之前他对原主爱搭不理 如今又热情似火 难道他想利用我在殿下身边给他做探子 他吩咐侍女把这些礼物送回去 转告他 以后别送了 就算送来一座临时矿山我也不会要 布雷克知道理查德贼心不死 又想来拐他的小媳妇 当安什雅回来时 直接飞扑进他的怀里撒娇 蒙得他忍不住摸了摸小丈夫的头 他摘掉布雷克脸上的面具 不戴面具是不是好受血 点了点头控诉他 你总想脱掉我身上的东西 听到这句话 他只能尴尬的呵呵了 解释只要看见他帅气的脸 就充满幸福 两人之间达成秘密 只有单独相处是不用戴面具 觉得殿下今天特别黏他 怀疑他出宫后发生了什么事 布雷克说出心里的担忧 其实是担心你会跟理查德总 感觉到他的手在发抖 当听到安什雅说不会离开 瞬间开心起来 等你成年后会变得非常帅气 会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喜欢你 听此突然紧紧地将他抱住 我的太子妃只有安什雅一个 你只要陪我到生命结束那天就够了 这话让他难受得痛哭出声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他惊慌失措哄着小媳妇别哭 就在此时侍卫禀报皇帝陛下回宫 要见儿媳妇 英俊帅气的皇帝公共霸气护儿媳 媳妇我儿媳你活你了 却不知对方垂涎他的美色 您的腹肌太诱人了 安什雅抱着讨皇帝欢心的想法来到他面前 当看到他英俊威严的容貌 瞬间看呆了 我地老天爷 这言之妥妥小说里的男主气质 皇帝询问他怎么把皇太子公的侍从长关进大楼 安什雅把他贪污公里预算的罪证说了出来 怎料一旁侍从长的父亲瞬间恼弄 向皇帝表达他儿子的忠心耿耿 是太子妃冤枉他儿子 安什雅立马递上账本 皇帝仔细翻阅 贪得可真不少 侯爵大声狡辩 这一定是伪造的 给皇太子吃猪食 他自己却吃香喝辣的 这就是忠诚 侯爵警告他说话小心一点 皇帝瞬间脸色一沉 你活腻了 忽然一把剑底上他的紧搏 对太子妃抬了满只手 他害怕的瑟瑟发抖 感觉小命要保不住 皇帝公共不仅帅气还护短 但安什雅也吓得闭上了眼睛 以为皇帝要达了侯爵 于是皇帝命令侍从先送他回宫 最后侯爵父子俩都被皇帝下令惩罚 安什雅立了宫 原本等皇帝召见 谁知却迟迟不宣 决定不能坐以待毙 要主动出击 就在准备上马车时 被一只小手紧紧拽住 他询问小媳妇去哪 他谎称去广场逛一逛 却被布雷克一眼识破 知道他去见皇帝 也要一起跟着去 我要保护夫人的安全 他无奈答应 然后两人手牵手来到皇帝的寝宫 却被光头侍卫拦下 布雷克见状冷声呵斥 你竟敢挡太子妃的路 侍卫描损不敢再拦 当两人闯入皇帝寝宫时 见媳妇被迷得神魂颠倒 某人打翻了醋坛子 皇帝询问找他有什么事 他提醒自己清醒点 此行目的是为了缓和 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 怎样脑子进水对皇帝称赞 您的腹肌真的太诱人了 说完才察觉自己在发疯 手忙脚乱解释 那个我第一次看男人 这话让布雷克震碎自己的认知 感觉要完蛋了 越描越黑 皇帝尴尬的咳了咳 拿起衣服披上 表示今天不适合谈话 让他们下次再来 见皇帝裹得严严实实 觉得至于这样吗 出来后 看到布雷克闷闷不乐 以为他是第一次 被爸爸赶出来导致的 其实是吃错了 小媳妇之前明明喜欢可爱的男孩 现在却喜欢腹肌男 爱德文你跟我来一下 神秘把他带到无人的角落 命令他脱掉衣服 侍卫瞬间猛了 但还是赵左 布雷克两眼放光的上手抚摸 这99块肌肉太帅了 在得知小媳妇垂涎皇帝的腹肌 他就吃上了老爸的醋 于是偷偷默默的去找 世卫讨要训练18块腹肌的功法 安什雅给布雷克擦拭发时 发现他闷闷不乐 一直用手捂着肚子上的肉肉 哄着给他做好吃的 谁知他却无动于衷 坚定表示明天开始不吃饭 扑到床上耍赖 他要恋像父皇那样的18块腹肌 安什雅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在意自己说他是宝宝肚 没办法 只能使出他哄娃的绝招 向布雷克扑了过去 挠得太子殿下一顿求饶 我喜欢健健康康的你 从明天开始要多吃饭哦 他黑黑傻笑答应 然而他们的一举一动正被人监视 原来是皇帝一直派安卫暗中保护他们 皇帝发现安什雅嫁过来后 布雷克发生很大的改变 空洞的眼神散发出了光彩 然而在监视中安卫却忘了原本的旨意 他的目光逐渐被美丽又睿智的女孩给吸引 他对安什雅的评价很高 皇帝顿时若有所思 只因觉得他太完美了 怎料第二天 皇帝派人给安什雅送了几卡车的礼物 可能是因为我夸了他的腹肌 所以心情好才送的 想想又没道理 拍了拍脸但让自己清醒些 因为皇帝要召见安什雅 等他梳妆打扮好之后 布雷克都看呆了 小媳妇实在太漂亮了 丑媳妇终于正式见公公 安什雅向皇帝表示感谢送的礼物 皇帝又摆了一桌美食给他品尝 他幸福地留着哈娃子开吃 看到出来皇帝很喜欢这个儿媳 见他喜欢 另外吩咐人给皇太子送一份 于是他更加得寸进尺 走到皇帝的身边说要告诉他的秘密 附在他耳边叫了生父皇 他很惊讶 你刚刚叫我什么 我是您的儿媳 所以叫您父皇 哎呀 没错 这生父皇讨得皇帝欢心 财大气粗表示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安什雅烧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 众人纷纷留下两斤口水 笑呵呵的招呼他们都过来吃 正巧被外面蹲守的安慰看见 趁没人时偷摸进厨房 看到一锅香气诱人的锅巴汤 忍不住咽了咽两斤口水 不料刚伸手打开锅盖发现有人进来 安什雅进来时 疑惑锅盖怎么打开了 他眼睛一亮 发现一只浑身黑乎乎的猫猫 连忙将猫咪抱起来 好可爱 可猫咪的眼睛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锅巴汤 安什雅拿了一个碗装给小猫咪喝 喝完又忍不住抱起他往脸上蹭了蹭 这时醋坛子突然从门外探头进来 盯着安什雅怀里的猫 语气酸溜溜 你一定抱他那么紧吗 可他的小媳妇完全沉浸在撸猫的快感中 你看他多可爱 他好像很喜欢我 布雷克却说他是公的 安什雅把猫猫撞过来想确认性格 猫猫却像听懂人话似的 吓得从他怀里挣脱跑路 宝子们你们知道猫咪是谁吗 他的小媳妇喜欢猫咪 太子殿下就学猫猫叫陶老婆欢欣 殊不知是太子和一只猫争风吃醋 老婆做噩梦 他就抱着他安慰 安什雅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想着白天遇到的猫猫 真的好可爱啊 就在这时 有人悄悄咪咪地爬到床上 是布雷克 他眨巴着宝石般璀璨的大眼睛 歪着脑袋奶声奶气的喵无一声 这把安什雅给整不会了 然后抱紧他 老婆喜欢小猫 所以我也要做一只小猫 眨着卡兹兰大眼睛 委屈巴巴的模样 你都有我了 我可以成为你的兔子 小猫 小狗 所以你不要找其他小动物了 说完又猫无一声 把安什雅的心给萌化了 一把将他抱住 殿下 你也太可爱了吧 布雷克见小媳妇被攻略 露出满意的笑容 厨房里布雷克一眼就认出来 那只心机公猫 就是皇帝身边的安卫变的 安卫受皇命暗中保护太子和太子妃 可他却对美丽又睿智的太子妃起了心思 这边理查德多次追求安什雅悲剧 正头疼不已 之前明明说喜欢她 怎么就变了 正因为如此 他才更想得到她 因为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安什雅的母亲身份低微 从小就被父亲当作家族的耻辱 动不动就招到她的毒打和辱骂 她从睡梦中惊醒 脸上布满泪水 这是原主的记忆 但她能感受到那种痛苦与绝望 布雷克焦急地询问她没事吧 她很自责 认为是她身上诅咒的原因 才导致安什雅做噩梦 安什雅将她抱在怀里 和殿下在一起感觉真好 再陪我一会儿 两人紧紧相拥享受着静寂的时光 还被人渣父亲逼迫 嫁给丑陋的怪物太子 却没想到她不仅得到太子的宠爱 连皇帝都对她青睐有加 赏赐无数礼物珠宝给她 人渣父亲来巴结 还幻想女儿听她的话 却没想到女儿已经变得威风凛凛 把她收拾一顿 安什雅从小动不动被父亲打骂 现如今得知她在皇宫受宠 想要利用女儿得到情报 搬倒太子殿下 等安什雅出来 她将九等的布满撒在她身上 刚要大声斥责 就看到盛装出现的女儿 身上带着闪瞎眼的宝石 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这真的是她原本低贱卑微的女儿 录制她放肆 见到父亲都不行礼 刚要抬起手想要扇她一个耳光 安什雅立刻搬出梅尔侯爵 因为她想要对安什雅动手 被皇帝打了 她害怕地收回手 觉得安什雅变了 不再是那个渴望爱的傻女儿 现在的她处处显露出 帝国最高权威的女人的模样 安什雅吩咐侍卫将人杖父亲拖出去 想要利用她没门 她又看到上次的猫猫 开心地将猫咪抱住 布雷克练完腹肌来找她的小媳妇 刚好看到那只可恶的星鸡公猫 在她媳妇怀里 把星鸡猫荡成眼中定肉中刺 像是打放了82年的山西老陈醋 问老婆不喜欢小兔子了吗 该喜欢猫猫了 然后握着两只小拳拳 哪声哪气的喵无一声 把安什雅蒙的浑身颤抖 她怎么这么可爱 只要是我老公 我都喜欢 向布雷克提出能不能帮她一个忙 帮我练舞 我想和殿下跳一支舞 布雷克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 只要是老婆的事她都会帮忙 当布雷克握住小媳妇的手 她羞红了脸 两人优雅地翩翩起舞 优雅三秒钟 安什雅就暴露本性 踩了太子殿下的脚 处子俩一个是宠气狂魔 花仲金田虎给媳妇见玻璃温室 另一个是宠儿媳狂魔 吹儿媳的彩虹屁 只要是儿媳做的饭 就算是毒药也吃下去 安什雅和太子殿下翩翩起舞 别看舞姿优美 可怜的太子殿下 被小媳妇踩了一千零一次 她毫无在意 一直鼓励她 两人从白天跳到黑夜 乐在其中 第二天 安什雅做了一锅美食献给皇帝 皇帝迟疑地看着这锅东西 询问不会有毒吧 勺了一口品尝 瞬间美味充满她的味蕾 不吝啬夸赞她的手艺 很好吃 您刚刚还说是毒药 哪料皇帝竟吹起儿媳的彩虹屁 就算是毒药 我也会吃 这简直是宠儿戏狂魔 吃人嘴短 才大气粗的皇帝说要把糊填了 给安什雅建一个玻璃温室 就是他曾经掉进过的湖 安什雅表示他以后不会有这种失误 奈何皇帝很坚决 不能放任不管 那个湖险些要了我儿媳的命 安什雅告诉布雷克 本想让他去劝劝 布雷克却比他父皇还要猴急 这湖淹过他的小媳妇 希望立马把他填了 这果然是轻生的 父子俩的霸道配方都一样 布雷克憧憬着 安什雅捏了捏布雷克可爱的脸蛋 还是等你长大些吧 他不服气 我已经长大了 到了舞会那天 安什雅打扮得像仙女一样 连皇帝都夸赞很漂亮 他向皇帝竖起大拇指 父皇今天格外的帅气 惹得他扑斥一笑 有嘴滑舌 然后牵着他一同出场 舞会上众人纷纷向皇帝和太子妃行李 安什雅发现理查的那家伙也在 都被他拒绝多次了还来 我们理解怎么那么厚呢 回头瞥了一眼皇帝 还是父皇最帅 但可惜他不是男主 皇帝察觉到他的异样 安什雅凑到他的耳旁 在这里父皇最帅了 这话惹得皇帝笑了起来 平嘴 殊不知皇帝的笑容瞬间引起全场骚动 平时高冷威严的陛下 竟然被太子妃逗笑了 皇帝宣布舞会正式开始 安什雅抓紧寻摆 皇帝会邀请他一起跳舞吗 但他还是想跟布雷克跳第一支舞 就在他为难时 皇帝向众人宣布 他因武器退步 就不和他可爱的儿媳跳舞了 安什雅很惊讶 你的第一支舞还是留给布雷克一起跳吧 我会等着第二支 原来他一直都知道他的想法 他连忙向皇帝表达感谢 皇帝摸了摸他的头 他觉得父皇的手很温暖 吃瓜们也纷纷惊叹 皇帝不仅笑了 还摸太子妃的头 为了这次皇室宴会 安什雅做足了功课 他游刃有余地向贵族们攀谈 他的扎爹却望着他恨得咬牙切齿 好人厌的理查德又出现在他面前 真是倒胃口 他满怀信心地邀请安什雅跳第一支舞 安什雅拒绝他的邀请 太子妃的第一支舞 当然是和太子殿下一起跳 这人也推不要脸 理查德被当众拒绝 敢怒不敢言 灰溜溜地走了 安什雅来到阳台上透透气 第一次和布雷克分开那么久 想到他的小兔子丈夫 豪出手绢默默地擦眼泪 突然传来女孩的声音 只见帘子被掀开 是女主戴安娜 安什雅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妹妹 戴安娜一见到姐姐 阴阴地表达了她对姐姐的思念 哭过后睁着亮闪闪的眼睛 对安什雅一顿猛花 姐姐今天很漂亮 姐姐不仅帅气又优雅 像天使一样 原来戴安娜很喜欢姐姐 但因为扎爹的差别对待 他们俩的经常被迫分开 戴安娜一阵东张西望 掏出个礼物送给安什雅 这是她用零花钱偷偷买的 安什雅接过礼物 真诚地感谢她 宴会结束后 安什雅刚从车上下来 布雷克就飞扑过来抱住小媳妇 安什雅询问布雷克 我看起来怎么样 漂亮 她羞涩笑了笑 回到卧室 布雷克才得知安什雅没有跳舞 她很震惊 因为我的第一只无想和殿下一起跳 今天还见到可以帮助殿下解除诅咒的人 是个可爱漂亮的女孩子 握着她的手 让布雷克答应她一件事 将来你身上的诅咒解除了 一定要和我跳舞 布雷克听到后心里不安 除了你 我还会和谁去跳舞呢 见小媳妇不说话 突然梨花带雨哭了起来 我觉得有一天你会离开我 情绪激动的摇晃安什雅的肩膀 我不要其他人 我只要你 你想要什么我都能实现的 求你不要离开我 安什雅也难过的抱住布雷克 在她的祈求中答应下来 明知道那是善意的谎言 自己终究要离开 她想要守护布雷克 但必须要解除她身上的诅咒 第二天 布雷克知道安什雅的妹妹要来 一大早就把自己打扮得帅气逼人 安什雅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以为她适合初恋情人见面 才如此嫉妒 还穿书嫁给丑陋的怪物太子 得知对方长大后 变成颜值逆天的帅哥 她不但不害怕 还将她宠成了宝 布黑太子收拾邪恶老丈人 酷帅狂霸拽 然而面对媳妇时 鸟变乖乖小白兔 在她怀里撒娇 求抱抱 安什雅得知 妹妹没有按扎跌的要求 惊识她和布雷克 就被抽打一顿 看着她小腿上的伤痕 十分气愤 人渣就该扔到垃圾堆去 晚上将妹妹哄睡后 向布雷克解释 今晚不能和她一起睡 她握紧小媳妇的手表 是理解 第二天 渣爹满脸愤怒 擅闯太子宫 她的目的是接走戴安娜 就在她和侍卫干架时 布雷克出现 下令带伯爵去温室 温旭俩第一次见面 可女婿浑身散发出 上位者威严的气场 不禁让她赶到色索 当年阴沉的小鬼如今大变样 布雷克告知她 戴安娜以后会在皇太子宫生活 听文伯爵气的咬牙切齿 果然是戴安娜背叛了她 近谎称戴安娜想取代姐姐 成为太子妃 所以才教训她一顿 太子殿下您所剩的时间 也不多了吧 怎料她语气坚定说 自己不会死 这话让她大惊失色 怀疑太子已经找到 破解诅咒的方法 就算我死了 也不会让安什雅 回到那个家 伯爵在心里暗骂她 怎料被太子捣出 你在想我一个怪物 也敢嚣张是吗 她顿时后被发凉 竟然能读取她的心声 布雷克把手覆盖在她手上 语气阴森 听说女神的诅咒会传染 吓得她冷汗直流 感觉像有什么东西 把她吸进去一样 她脸上露出一抹邪笑 突然闪现出蓝色火焰 痛苦嚎叫声响彻天际 伯爵的手迅速出现 红色诅咒纹样 疼痛蔓延整个手臂 恐惧弥漫全身 她冷冷看着这一幕 警告她从安什雅身边消失 永远不要在她面前出现 说完大不离去 当安什雅来找布雷克时 顿时秒便乖乖小白兔 将一束娇艳玉滴玫瑰花 递给小媳妇 她红着小脸刚准备结果 布雷克却一阵晕血 扑扑一声跪倒在地 安什雅刚想去找御医 被她一把拽住 撒娇说只要陪陪她就好 就这样陪她睡了一天 醒来时便见一张帅气笑脸 询问小丈夫怎么脸红啊 她红着脸回答 你又在乱摸我 她尴尬笑了笑 悄悄后退 被布雷克一把拉住手 搂在她的紧帛上 表示自己并不讨厌被她抚摸 她总感觉小丈夫越来越会撩人了 贝拉伯绝因冒犯太子 被护短的皇帝流放到荒岛 戴安娜留在太子宫 进了她梦寐以求的骑士学院学习 她没有像贵族一样依靠走后门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去 但是以第六名的成绩入学 她并不满意 再加上入学要与姐姐分开 更加闷闷不乐 她和姐姐拉斗约定 只需等她六年 就能成为骑士保护姐姐 安施雅不确定等到那个时候 她能不能解除布雷克的诅咒 不过她还是跟戴安娜约定好 援助中今年就是皇帝中了理查德圈套 她一定会阻止事情发生 新年舞会上 理查德一如既往邀请安施雅跳舞 她正想办法打发这个普兴男 戴安娜出现维护姐姐 怼得她恼羞成怒 拉着姐姐远离渣男 皇帝把安施雅带到楼顶 谈到布雷克儿时玩捉迷藏去世 脸上露出雌妇般笑容 安施雅提醒皇帝 女神诅咒转移给其他人的黑魔法 根本不存在 不要被谣言迷糊 尤其小心理查德 她只觉得好笑 难不成她会被个小孩骗到 援助中布雷克的诅咒突然加重 更可怕的是黑暗之门也被打开 陷入绝境的皇帝使用了黑魔法 因此丢了性命 所以她一定要保护好皇帝 她摸了摸安施雅的头 表示她有两个孩子要守护 不会轻举妄动的 骑士学院开学 布雷克和小姨子哥俩好相互道别 约定好六年后相聚 再讨论谁更喜欢安施雅 戴安娜将父亲给她的家主戒指和钥匙交给姐姐 务必让她收下 如果不是姐姐的母亲 被拉善家族早就破产 她感动向妹妹道谢 到了骑士学院 骑士们排列整齐迎接太子妃 原来这盛大的排场是皇帝安排的 看着妹妹英姿飒爽的模样 她很欣慰 姐妹俩依不舍分别后 她也该回去了 因为喜欢的人在等她呢 在骑士学院用影像石记录了很多镜头 为什么没有她的小媳妇呢 侍卫眼睛一亮 也有拍到太子妃 随后在众多影像石中找到安施雅 原来是皇帝下命令让拍的 目的是送给太子当礼物 她开心地捧着影像石 接下来每天都可以看小媳妇了 书房里 安施雅正教布雷克史书 说到千年前罗姆族带领复兴 在皇宫放了把大火 他顿赶脑海里出现大火的场景 还有男人的质问声 是你点了火 脑子一阵刺痛 布雷克发现他的异样 焦急询问他哪里不舒服 缓过来的他安慰小丈夫 没事 继续学习吧 就在这时布雷克诅咒发作 痛得浑身发抖 却仍然强装没事 可他明明听说 他经常忍得诅咒刺骨的疼痛 怎么可能没事 当即决定学习暂停 拍着柔软的床 邀请他过来一起困叫叫 这可把太子整得脸色通红 媳妇如此热情 他如何招架得住 上床后对他一顿乱摸 整个布雷克心脏砰砰直跳 安什雅刚想去拿取暖气 却被他拉住手笑着说不冷 只要有你在身边就行 他很自责 向他道歉 如果他能继承光的能量 就能缓解他的痛苦 他连忙抱住媳妇 不许说这种话 因为有你 我才是最幸福的人 他的话让他暖到心里 睡醒后布雷克想去训练 被安什雅拦下 不是说好今天陪我的吗 他毫不犹豫答应媳妇的要求 他高兴地捏着小丈夫的脸 实在是太可爱了 安什雅正看着妹妹寄来的信使 注意到花瓶里的玫瑰花 是布雷克送他的第一个礼物 突然有人从身后抱住他 询问他在看什么 他回答说在看玫瑰花 但是你比花更好看 可以说到年龄 布雷克很郁闷 他都已经11岁了 但是安什雅表示他们相差两岁 看着小丈夫黑着脸 直到不能再逗他了 连忙摸了摸他的头顺毛 他捧着媳妇的手撒娇 这把他给蒙翻了 扑过去一把抱住他 我的丈夫是世上最可爱的人 他笑着补充了一句 还有帅气 对吧 这天他做了东方料理的豆腐和豆浆 邀请大伙一块尝尝 吃了个个都赞不绝口 把他吃夸的都不好意思 他捧着食喝准备给皇帝送饭时 那只许久不见的黑猫正蹭着他脚跟 他开心地将猫猫抱了起来 咱们的醋坛子又不高兴了 一把将猫从媳妇怀里抢过来 打发他趁热去送饭 猫猫交给他来照顾 等了安石牙走后 猫猫感觉自己要大火临头 但身体被禁锢动弹不得 他疑惑抬起头 看到一张虎视眈眈的脸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他早就知道这只心肌疯猫不一般 总是黏着他媳妇 在他小的时候每次嘴咒发作时 总是会有个黑衣男出现帮他治疗 身上的气息就跟这只猫一样 黑猫见太子已经认出他 不能再隐瞒了 直接便换出真身 单膝跪地向太子自报家门 他是皇帝的亲信 受命暗中保护皇太子 原以为自从他受到诅咒 就被皇帝抛弃 其实他一直暗中保护自己的孩子 银汉授予皇命本不该现身 但因为太禅太子妃做的美食 忍不住犯了错 他会向皇帝禀报并接受惩罚 布雷克却阻止他 你守护了我这么久 不想看到你受罚 银汉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 太子殿下突然逼近 警告他不要再出现在我夫人面前 要不然小命难保 这话让他顿感浑身发凉 面对太子的威胁 他只能乖乖点头答应 布雷克感觉安施亚会喜欢银汉这种 问题还长得帅 要杜绝情敌有机可趁 安施亚给皇帝送饭时 见他还在操劳 免不了一顿唠叨 只能放下手头工作 捧着试喝邀请皇帝尝尝他新作的美食 皇帝让他也过来一起吃 他笑呵呵答应 谈到布雷克剥豆子别体都乖巧 若是您能来皇太子宫就会看到 他沉默不语 随后询问布雷克的身体怎么样 虽然碍于诅咒的压力 没去见自己的孩子 但其实心里还是很挂念 皇帝吹安施亚的彩虹屁 我儿媳做的菜就是好吃 询问他有什么想要的礼物 往常他肯定拒绝 但今天不一样 他肯请皇帝让他去禁地 找破解诅咒的方法 天罗宫是禁忌之地 疑惑他怎么突然要去那里 原来是几天前 他和布雷克上历史课室 看到短暂的幻影 出现了巨大的火焰 女人的悲鸣声 一旁还立着一块石板 觉得在那里能找破解诅咒的方法 天罗宫除了被火焰烧毁 还被黑魔法污染 他不能答应 你也是我的孩子 我不能为了布雷克 将你送到危险之地 安施亚语气坚定 布雷克也是我的家人 我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拜托您了父皇 面对他迫切的眼神 皇帝只能无奈答应 夜晚 皇帝在等银汉现身 拜托他保护好太子妃 他答应皇帝的请求 并让他回收刚才的话 保护太子妃是他心甘情愿 到了去天罗宫的日子 安施亚决定隐瞒这件事 如果让布雷克发现肯定会反对 谎称马上到皇宫舞会 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 所以会回来晚一点 小丈夫对他深信不疑 主说他不要太累早去早回 推开密室门 探了个脑袋进去 发现他们已经在那等了 旁边还有个黑发帅哥 皇帝告知他 由银汉护送他到天罗宫 他歪着脑袋沉思 感觉你很熟悉 突然想起来 他是东方帝国的皇子 把他吓得冷汗直流 难道发现他是那只黑猫了 为了解除心爱之人的诅咒 他瞒着小丈夫偷偷进入境地 发现了今天大秘密 危险也随之而来 他能否逃出魔物的魔爪 皇帝将盒子递给安施亚 是神殿的进化工具 可以抵挡黑魔法 主说他有一丝危险要马上回来 他让皇帝放心 要是有危险会立刻逃走 看他表情凝重 这么帅气的脸都变得不好看 皇帝说他又调皮了 我父皇可是帝国最帅的人 这把他只夸得不好意思 觉得逗他们很有趣 这父子俩都对夸赞没有免疫力 盈汉有些迟疑 因为使用移动法术 需要握着安施亚的手 听闻他毫不在意 表示可以接受 两人闭上眼睛 两只手握在一起 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响声 转瞬到了天罗宫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凉的地区 因为黑魔法 这片土地都受到污染 他们走进宫殿 地上随处可见的骷髅 越往里走感觉越危险 盈汉提议还是回去吧 可安施亚还想再观察 突然发现一块大石板 和湖里捞出来的石板相似 当他的手处碰到石板 抵挡黑魔法的项链 顿时闪烁出光芒 脑海里又出现幻影 女人质问男人 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 幻影消失后 他站立不稳 盈汉连忙扶住他 我们还是回去吧 安施亚强忍着 不是表示还想再看看 还没说完 盈汉突然将他抱了起来 他们被魔物包围住 盈汉抱着他奋力往前跑 魔物在屁股后面追 本以为跑进宫殿就能甩掉 没想到这么窄还能进来 通道也被堵住 他只能拔出剑 和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决意死战 就在这时 安施亚发现了异样 魔物们的目标似乎不是他们 突然框当一阵响 墙壁被砸裂开 小家伙们一副乖乖巧巧的 哪还像刚才凶狠的模样 两人都被整猛逼了 难道是让他们跟着进去 盈汉立马阻止他 安施亚极力劝说 他们没有再攻击我们 目的是把我们引来这里 魔物们听懂事的点了点头 只要能解除布雷克的诅咒 不管多危险他都不会放弃 他向盈汉道歉 为他的惩能感到抱歉 希望能答应他的请求 这把盈汉吓得不知所措 连忙答应 两人跟着魔物下入地宫 发现一扇巨大的黄金门 看样子被魔法封印 就在毫无头绪时 安施亚的手无意间触碰到门 随着一道耀眼的金光 伴随着哗啦啦的响声 封印就这样解开了 觉得不可思议 他明明什么也没做 两人进去后 遍地是闪闪发光的黄金宝石 另外还立着很多石板 本以为可以找到解除诅咒的线索 可看过石碑上的记载的内容 并没有有关诅咒的文字 他很失落 可以渐渐谜团始终困扰着他 就在这时 皇帝送给他的项链竟然碎了 盈汉表示的尽快回去 等睁开眼 看到皇帝关切的脸 摇晃着身躯向他道歉 安施雅心里防线崩塌 哽咽地流下眼泪 没能找到破解布雷克诅咒的方法 在他怀里失声痛哭 皇帝向他道歉 对不起 是我给的压力太大 轻拍他的被安慰 就在这时 是从禀报太子殿下诅咒发作晕倒 还穿书嫁给丑陋的怪物太子 得知对方长大后 变成颜值逆天的帅哥 他不但不害怕 还将他宠成了宝 怪物太子诅咒发作高烧90度 昏睡了三天三夜不省人事 安施雅担心坏了 心里既难过又自责 明知只有戴安娜才能解除布雷克的诅咒 都怪自己自私贪心 只想着陪伴在他身边 才导致诅咒提前发作 心痛地紧握他的手 是我错了 只要布雷克能醒过来 他就马上离开 他一遍又一遍不停地祈求 布雷克像是感应到似的 突然睁开了眼眸 安施雅 你不要离开我 他惊喜地抬起头 我不走 就在这里陪着你 我们说好了 他强忍着疼痛 说完最后一句话 又晕厥了过去 过去四天了 每天看着布雷克 被诅咒折磨得苦苦堪言 他内心跟着纠痛 多么希望自己是戴安娜 就能缓解他的痛苦 就在此时 皇帝忧心忡忡来看望 布雷克的病情 先是轻拍安施雅的后背安慰 然后来到布雷克的床前 心疼抚摸着儿子 烧得通红的脸 对不起 作为父亲我来得太晚了 您没有来晚 安施雅虽面容憔悴 但眼神十分坚信 布雷克会没事的 再次叮嘱皇帝 不要相信黑魔法的传闻 他让安施雅放心 要一直守护他和布雷克 保证绝对不会去碰黑魔法 听此他这才放下玄着的心 这边理查德收到消息 皇太子高烧昏迷四天不省人事 他联想到皇帝 绝不会把太子职位让给自己 如果其他皇族继承的话 那么他成为皇帝的机会 将十分渺茫 此刻心中邪念燃起 下定决心赶紧除掉皇帝 于是派人向外散布谣言 称罗姆族有个会施展黑魔法的人 可以自由地转移诅咒 只是没想到皇帝并不上当 他又想到另一个计划 如果安施雅成为公主 那他的丈夫就能坐上皇帝之位 是时候来找他了 二无太子高烧九十度昏迷不醒 他一遍又一遍不停地祈求 希望心爱之人能够醒来 布雷克已经昏迷十天了 再不醒的话会很难活下去 听到这个消息 安施雅犹如惨遭雷击 他陷入自责当中 是他一意孤行改变原著 才导致蝴蝶效应诅咒提前发作 紧握住他的手 祈祷光之女神不要折磨他了 皇帝见状让他不要自责 你是上天赐给我们父子俩的礼物 对于我们来说你是最珍贵的 如果布雷克离开我们的话 我会册封你为公主 听此他十分震惊 原来他根本没有要孩子的想法 但女神的诅咒终止于他这一代 但是遇到爱的人 不由变得贪婪起来 他不想让后代再遭受这种折磨 决定册封安施雅为公主 以后将皇位传给他 听此他顿时泪如雨下 诅咒一定会解除的 让皇帝不要担心 一把抱住昏迷中的布雷克 相信他一定能醒过来 可就在他哭得伤心时 突然听到一声呼唤 他激动地捧着布雷克的脸 看见一张笑脸在跟他打招呼 察觉到刚刚太用力 连忙收回了手 却被他一把握住 你不要走 抚摸着媳妇挂满泪珠的脸 温柔询问他怎么哭了 见到布雷克醒来 他高兴地喜极而泣 看着小两口你浓我浓 作为电灯泡的老父亲 不好意思恩哼了一声 皇帝关切地叹了他儿子的体温 面对父亲的亲密 他羞涩得有些不好意思 时隔三年 这对父子终于相见 本想出去喊医生过来检查 让他们单独相处一会儿 没想到被他牢牢握住不撒手 皇帝瞬间明白 表示他去就可以 等皇帝走后 布雷克迫不及待将媳妇抱住 爱子醒来后抱着媳妇不撒手 诉说着对他的思念之情 在他昏迷期间 好在听到夫人的呼唤 才有力量抗争诅咒的折磨 笑着感谢媳妇 听此他哽咽地流下眼泪 很庆幸他终于醒了过来 自从布雷克醒来后 皇太子宫发生了很多变化 皇帝不仅经常来太子宫 还抽出时间陪他们一起吃饭 见父子俩只顾着闷头干饭不说话 安施亚操碎了心 这样下去可不行 于是想办法让两人清静些 向皇帝介绍布雷克 我们太子殿下是不是超级可爱 皇帝表情淡默恩了一声 刷的一下又跑到皇帝身边 叫布雷克抬头看看 我们父皇是不是特别特别帅 殊不知这话瞬间让他打翻了醋坛子 有必要说两次特别吗 他瞬间卡壳 不明白怎么了 饭后询问他才得知 因为皇帝经常来 所以和媳妇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许多 撅着小嘴表达不满 和陛下在一起 你就只夸他帅 我不是也夸你可爱了吗 怎料他突然抱着安施亚撒娇 不许再夸他可爱 原来我的小丈夫是个醋坛子 他笑着承认自己就是个醋坛子 毕竟我的眼里只有你吗 每次媳妇都叫他殿下写的生书 这次让安施亚以后叫他布雷克 叫殿下是因为礼法 你真的把我当成你的丈夫了吗 没想到被他道破 他对布雷克用尊称 礼法虽是这样 但更多的是想和他保持距离 才故意那样称呼 如果不能解除他的诅咒 自己必须要离开他 同样也是为了防止自己的心动摇 只是没想到被他给看穿 他含情默默扶住媳妇的脸 就像昏迷时那样叫我布雷克 看着他期盼的眼神 最终心软叫了他的名字 好不容易控制住动摇的心房 最后还是崩塌了 他已经一步步沦险 再也走不掉 已经被他牢牢给抓住 接下来安施亚每天都在研究石碑上的秘密 必须尽快找到解除布雷克诅咒的方法 菲利普迎娶贝拉善为皇后 背叛了光之女神 因此诅咒了他的子孙后代 却将解除的能力赐予了贝拉善家族 怎么想都不对劲 也许这上面还掩盖了某些事实 就在此时 银汉来找安施亚 见媳妇每天和情敌待在一块 怪物太子吃醋的一把抱紧他 还绝着小嘴对他撒娇 然而面对情敌时 眼神一秒变得犀利无比 释放的威压险些让银汉招架不住 安施亚正在研究破解布雷克诅咒的方法 银汉突然找了过来 见他把几层楼高的书籍都阅读完 瞬间化身小迷地 夸赞他实在太厉害了 他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礼尚往来 你这套衣服很好看 穿起来很帅气 被喜欢的女孩夸奖 他羞涩笑了笑 安施亚好奇他为什么突然选择当骑士 听说之前他拒绝了皇帝很多次 我是为了太子妃殿下而下的决心 表示今后会成为他坚实的后盾 就在两人相谈圣欢时 一阵狂风突然朝安施亚扑笑而来 还好被银汉拉了一把才免于遭难 不明白那是什么 是龙之力 原来是昌国派人来刺杀他 刚想拉着安施亚逃离 一名黑发蓝童的女孩挡住了去路 看清来人 银汉顿时大惊失色 你是来杀我的吧 他急忙解释自己是来请兄长回去的 白龙已经选我做主人 现在恳请你成为昌国的皇帝 银汉表示拒绝 别想在我面前耍花招 根本不想听他的解释 说完立马转身走开 安施亚好意为他说话 谁知把他当成竞争对手 银汉之所以不选择他 肯定是因为这个女孩 自己躺着都能中枪 真是倒霉透了 手中聚满了龙之力 对他发出攻击 怎料此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两个小时过后 只见刚刚还气势汹汹的人 现在却倒地不起 银汉关切询问他的情况 好在没有受伤 然后把黑发女孩带回他的府顶 布雷克见小媳妇回来 兴奋地扑过去把他抱住 我想你了 而他只是出去才不到一个小时 他撅着小嘴撒娇 他的名字 他这才满意地露出开心笑容 他注意到小丈夫的耳朵红了 这时银汉出现 布雷克一秒变脸 知道这几天安施亚都和他待在一起 对他自然美好脸色 释放的威压险些让银汉招架不住 我有话和太子妃说 安施亚明白他要说伯汉的事 布雷克心里不停冒着酸气 嘱咐小媳妇快点回来 原来他是昌国的皇子 拥有皇族血脉的一部分人 会得到龙的选择 虽然他是宫女所生 但和母亲一起过得很幸福 不料得到龙选择的那一刻发生了悲剧 选择他的是不祥之兆的黑龙 因此皇帝愤怒下令要杀了他们母子 最终只有他逃出来 之后伯汉被神圣的白龙选中 也是龙人中唯一拥有选择谁继承皇位的人 就在此时 突然传来布雷克的声音 两人赶紧跑出去查看情况 谁知伯汉竟骑在皇太子身上 知错了吃错了 布雷克不仅被小白毛当马骑 还被捏脸占便宜 安施雅第一次打翻了醋坛子 你对我丈夫做了什么 银汉赶紧把调皮的小白毛拎了起来 他连忙去查看布雷克的情况 赶快向皇太子道歉 他表示除了昌国的皇帝 打死都不向别人低头 没想到兄长身边有如此神人 每次寻找他时 都被这人神奇的力量给阻碍 太混杂了 他觉得很诧异 这三年来找遍了关于女神诅咒的消息 从未听过混杂一说 他确定这个女孩知道 关于布雷克身上诅咒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 想知道的话就和我做个交易吧 于是两人坐下单独详谈 对方的条件是让安施雅 劝说银汉跟他一起回昌国 可是他不能左右银汉的选择 如果能答应他的条件 会帮他解读石板上的秘密 找到关于皇太子的事情 坚信兄长能听见他说的话 安施雅十分为难 按照援助 昌国十年后会因内战走向灭亡 不能为了布雷克让他人陷入绝境 要不然就让他成为我们自己人 诱惑小猫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喂美食 来尝尝这个 谁知他只是看了一眼 就嫌弃的扭头坚决不吃 还让他拿去投喂皇太子 虽然小白毛对他做的美食不感冒 却和布雷克玩得很好 看来更加愿意和同龄人打交道 一见到银汉过来 伯涵立马跑过去向兄长展示自己的新衣服 你太吵了 打断我向殿下行李很没有礼貌 没想到遭到他的训斥 顿时被伤了心 两人都觉得银汉有些过分 伯涵一整天都在期盼你的到来 小白毛见状哄着布雷克不要生气 是自己不对 就连晚上睡觉 皇太子还在愤愤不平 安施雅觉得银汉这么做 应该有自己的苦衷 如果小媳妇也对我这样冷淡 一定难过死了 说着就变成了哭唧唧的小奶狗 布黑太子欲情敌是高冷威严 怎料在媳妇面前 却是个哭唧唧的小奶包 生怕媳妇不要他 这把安施雅吓得瞪大了两只同龄眼 如果小媳妇也嫌弃我吵 那我真的要难过死了 可怜巴巴叫媳妇不能讨厌他 他连忙哄着哭唧唧的小丈夫 我的小兔兔怎么又哭了 怎么会讨厌 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将小哭包抱住 心拍他的后背虎睡 我的小丈夫很帅很乖 在他的柔身安抚下 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 布雷克亲自做了花环 准备送给安施雅 伯瀚疑惑他怎么不叫侍从左 这是送给媳妇的礼物 让别人代劳的话就没有意义 从前从不敢送安施雅礼物 因为自己活不过成年 怕他看到会误睹私人 自从去年生了场大病 他就改变了想法 从温室里摘了朵玫瑰花送给他 没想到他很喜欢 不仅给花施展了永不枯竭的魔法 还每天盯着心上 为了不让自己后悔 恨不得把世上最美的东西都送给他 伯瀚找到安施雅 告诉他自己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本质 看到了他即使经历诸多苦难 仍旧保持初心 天性善良拯救了很多人 却救不了自己 还预知到你的身体 在白色的光芒中逐渐消失 你的意思是我能解除布雷克的诅咒 伯瀚没想到他首先考虑自己的丈夫 果然很痴情 安施雅恳求他把解除诅咒的方法告诉他 无论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就算替他去死也愿意吗 他毫不犹豫回答愿意 甚至是生命都可以奉献 只要布雷克能活下去 最终伯瀚被他的痴情给打动 愿意帮助他恢复石板上的文字 他向石板施展出复刻魔法 随着一道耀眼的金光 环耀在上面的黑气渐渐消失 被覆盖的文字逐渐显露出来 当看到真实的内容 安施雅震惊地无法言说 突然一股神秘力量将他吸了进去 画面一转 只见一个女孩坐在湖边哭泣 原来是园主看见布雷克丑陋的脸 吓得躲到这里哭 想着多亏了太子他才能摆脱伯爵府 应该感谢他才对 就在起身回去时 湖中突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刺得他眼眸都睁不开 怎料一股力量将他拽入了湖中 窒息感瞬间向他袭来 在水中根本没有办法呼吸 你要将光的力量传给谁 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在质问他 安施雅猛然惊醒 原来刚当他失去短暂的意识 通过刚才看到的画面 这才得知自己就是光能量的继承人 找到了找到了 终于找到破解布雷克诅咒的方法 原来自己就是光能量的继承人 可以解除他身上的诅咒 伯瀚见到他的第一眼 就看出他拥有女神的力量 布雷克的诅咒之所以没再扩散 是被他的光给阻挡了 从安施雅身上散发的力量太强大 黑暗之力发挥不了作用 只要用他的意志力 就能轻而易举解开他身上的诅咒 没想到自己就是光能量继承者 那就可以永远留在布雷克身边了 怎料扑通一声 伯瀚倒在了他面前 银汉匆忙赶过来 这才得知被白龙选中的人 若是在异国用尽了龙力就会没命 银汉不明白他为什么执意逗留此地 因为解除皇太子的诅咒 一直是兄长所期盼的 成为大神官之后 虽有很多人围着我巴结 但真心盖我好的只有兄长 不想再回到那个恐怖的地狱 所以才帮助了太子妃 我只是想和兄长在一起 生命最后一刻能见到你 我死而无憾了 也希望你能永远幸福地活着 说完一言他缓缓闭上了双眸 他接受不了崩溃大喊 由于伯瀚的突然离世 安施雅也十分伤心 他将伯瀚抱了起来 向太子妃告辞 趁他还有最后一口气 现在立马回到昌国心血还能救活 安施雅表示理解 让他赶快启程 宁瀚回到昌国之后 许久没再回来 他心情有些闷闷不乐 布雷克都看在眼里 媳妇反倒担心伯瀚走了 他因此少个玩伴而感到孤独 怎么会孤单 我有媳妇陪着呢 其实他更应该感谢伯瀚 顺带帮他把情敌给带走了 他卖萌的模样又让他招架不住 得知了如何解除诅咒的办法还不行 因为布雷克实在太小 你什么时候能长大 面对媳妇的提问 他顿时羞红了脸 害羞的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已经完全很大了 若想彻底解除诅咒的话 还得需要殿下长大一些 要比例子大很多才行 见他受到打击 立马改口 好像已经有桃子那么大了 他还是拢拉着脑袋 这才意识到他不喜欢自己把他当成小孩 布雷克立马要去锻炼18块伏肌 让媳妇再等等 他会马上长大的 于是两口子手牵手一起去练武场 谁知在路上遇见了皇帝 布雷克第一次被父皇抱 就羞得他满脸通红 媳妇还在看着呢 他的老脸往哪搁呀 安什雅你也一起来吧 然后左右开弓扛起了两只崽子 在路上刚好遇见了皇帝 他抚摸着安什雅的头 询问他们去哪里 布雷克回答说去练武场 我们一起去吧 他打算陪陪这两个孩子 两人都觉得他有些反常 平时来太子宫只是吃个晚饭就走 看来他是想和布雷克增进父子之间的关系 看着他们难得在一起的画面 他内心感到很欣慰 只是没过多久 皇帝迈着两米八的大长腿 把两小只落下 转头还嫌弃他们小短腿实在太慢 谁知下一秒就把儿子抱了起来 这把他给吓猛了 而安什雅则在一旁磕糖吃瓜 布雷克挣扎着要皇帝把他放下 软绵绵拳头砸在爸爸身上 没一点杀伤力 媳妇还在看着呢 这么大还被父亲抱 这面子还要不要了 安什雅你也一起来吧 他连连摆手拒绝 怎料突然单手将他抱起 红脸嚷嚷着快把他放下来 自己又不是小孩子 皇帝毫不费力单臂 抱起两只崽子去练武场 他一直都很爱自己的儿子 只是迫于诅咒的压力 才不敢接近他 银汉突然现身向他告别 表示要回昌国保护弟弟 很抱歉 我不能再继续守护您了 皇帝还把昌国附近的矿山转让给他 他不能收这么贵重的东西 收下吧 保护弟弟需要力量 以后需要帮助随时和我说 银汉决定以后会好好报答他 这一刻他想通了 连银汉都能守护自己的家人 勇敢回到祖国 布雷克和安什雅对于他太珍贵 所以才一直小心翼翼 他现在可是帝国最强大的皇帝 还有什么可怕的 谁也不能动我的家人 他将木剑丢给儿子 我们来比一场吧 布雷克毫不犹豫硬下比试 安什雅心里有些担忧他们要来真的 听说连骑士团长都打不赢陛下 揍了被揍了 布雷克被皇帝爸爸给揍惨了 安什雅没想到爱子如命的皇帝毫不留情 一点也不让着自己儿子 步子迈开一点 这样侯己只会向对手暴露自己的缺点 得到父皇的细心指导 不服输的太子握紧剑请求再比试一次 两人大战了三百回合 他每次都被爸爸给做趴下 皇帝指明他握力不够 所以才导致剑被对方挑飞 他坚定表示会继续精进自己的剑术 他发现布雷克刚才还觉得用木剑丢脸 此刻连眼神都变坚韧了 剑练得差不多 他宣布今天就练到这里 等等 我还可以继续练习 可皇帝坚定让他明天再练吧 原来他是怕明天爸爸不来 才舍不得结束训练 他温柔抚摸着儿子的头 笑着承诺以后每天都会来的 又夸奖他非常努力非常棒 哪料他是个不惊夸的 脸红得不知所措 连说话都变结巴 看来爱德温教得不错 我得好好奖励他 听此他十分开心 皇帝宠溺抱起了儿子 刚才练剑辛苦没有力气了吧 然而他红着脸请求父皇将他放下 转头又想抱安施亚 我我就不用了 就连吃饭这对父子还在谈论剑术 很快迎来了光之庆典 在原著中 布雷克中了理查德的圈套 参加庆典时面具被摘掉 他丑陋的面容不仅被众人指指点点 还纷纷朝他扔出臭鸡蛋 此事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他得赶紧想办法杜绝此事发生 晚上入睡时 他询问布雷克想不想参加庆典 我不想去 还是最喜欢和媳妇单独过二人世界 他同样也是 于是两人约定好等解除了诅咒在一起去 然后愉快地抱着媳妇进入梦乡 庆典时虽和布雷克待在一起 但皇宫舞会避免不了要参加 赵长和皇帝一同出席 又见到讨厌人的理查德 然而他却十分自信满满 今天一定让安施雅成为他的人 帅爆了帅爆了 皇帝爸爸霸气霍尔喜 敢欺负安施雅 你活腻了 在皇宫舞会上 安施雅刚拒绝了第九十九个邀请他跳舞的男人 又突然冒出来个厚脸皮的 陪我跳一曲吧 此人不仅毫无礼仪 还浑身充满刺鼻的酒味让人倒胃口 原来他就是皇帝的侄子 下一任皇位候选人中最有力的竞争者 没想到太子妃毫不犹豫拒绝了他的请求 令他瞬间不爽恼怒 你竟敢拒绝我 我可是下一任皇帝 等继承皇位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安施雅就没看着他口出狂言 他的恋人过来劝导他别发疯 怎料却被一把推开 我现在不需要你们家族 拿着补偿金赶紧滚 看来需要教育的人是你 先退下吧 等酒醒了再进行问责 他恼火抓住安施雅的手腕 凭什么问责我 我马上就是皇帝了 反正皇太子那个怪物也活不了多久 就在此时他被人一脚给踹倒在地 刚想破口大骂踹他的人 抬头便见皇帝阴沉着一张脸 冰冷的眸子不禁让他打寒 皇帝转身关心安施雅的情况 关切询问他有没有受伤 他笑着回答自己没事 他这才放下心来 卡西瑟瑟发抖向皇帝解释 是太子妃先招惹他的 怎料下一秒一把剑底上他的紧帛 语气阴沉 你再说一遍 把他吓得一个字也不敢动出口 住手 陛下请住手 这时卡西尔公爵冒出来质问皇帝 您怎么可以这么待 对年幼的侄子拔刀 男子汉喝点酒犯点小错不是很正常吗 您要明白 整个帝国我儿子是最强的继承人 我明白了 这个傻子原来是跟你学的 对于他们的狼子野心 皇帝不再隐忍 以叛国罪将卡西公爵和长子关进地牢 父皇的威武霸气实在让他刮目相看 吓坏了吧 怕刚才的事吓到安施雅 皇帝抱着他柔身安抚 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么浓烈的父爱 心里既温暖又踏实 傍晚回到太子宫 布雷克迫不及待抱住小媳妇 原来舞会还没结束 他提前回来陪兔子丈夫看烟花 得知后他笑得乐开了花 两人来到了顶层最高处 这里事业开阔 连广场都能尽收眼底 所以他经常来这里观赏美景 他憧憬着总有一天 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出去外面看烟花 他握住小丈夫的手 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在夜空上璀璨夺目的烟花中 两人含情默默地注视着彼此 就在安施雅被美丽的烟花转移视线时 而布雷克仍旧专注看着媳妇的侧脸 心脏不自觉扑通直跳 在繁星烟火浪漫的氛围下 他情不自禁贴了上去 亲了亲了 布雷克终于亲了安施雅 只需狠狠作一口 就能彻底解除一传千年的诅咒 布雷克反应过来刚才自己干了什么 羞得无法面对媳妇 但还是鼓足勇气向他表白 安施雅 我喜欢你 面对心爱之人的告白 他止不住心脏砰砰直跳 我也喜欢你 能够遇见你 对于我来说是最幸福的 在璀璨烟花的浪漫氛围下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这一段珍贵的感情 彼此都很珍惜 当晚两人幸福地牵手进入了梦乡 梦中他和布雷克牵着手走在森林中 然而与平时不同的是 梦里他是一头雪白的黑发 男人高挺的鼻梁 精致洁白的脸庞没有一丝瑕疵 还有看向他使 那温柔含情默默的眼眸 这不就是在暗示他 布雷克解除诅咒后成为了大帅哥 男人温柔捧着他的脸庞 霸道地说 看着我 他不好意思红了脸颊 就这样两人深情款款地注视着对方 都害怕一眨眼对方就消失不见 可没过多久他从梦中醒过来 难过得止不住流下眼泪 布雷克马上察觉到他在哭 连忙伸手去哄媳妇 为了不让他担心 他狡辩自己没有在哭 他突然间愣住 然后激动地捧着布雷克的脸 他脸上的皱纹奇迹般消失不见了 洁白的脸没有一丝瑕疵 诅咒真的解除了 他得知后也很惊讶 看到手上丑陋的皱纹一夜之间没了 他不可置信地呆愣住 是的 全部消失不见了 他刚想起身去拿镜子 却被他紧紧地抱住 安施雅 我的诅咒终于解除了 说着脸上止不住流下泪珠 没想到让他一生痛苦的诅咒终于迷了 那么他可以活下去了 活在光明里 而不是黑暗中 还可以和媳妇永远在一起 他第一次见布雷克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年幼的他 一直以来装作不在意的模样 不知该有多辛苦 以后他们可以一直在一起 永远都不会分开 这边皇帝得到消息 原本伴随儿子一生的诅咒终于解除了 亲了亲了 只因做了一口媳妇 布雷克的诅咒就彻底解除了 他高兴抱着媳妇喜极而起 以后不仅可以继续活着 主要是能和安施雅一直幸福地在一起 皇帝爸爸得知折磨儿子的诅咒解除了 激动地捧着他的脸仔细揪了揪 漆黑的没有一丝瑕疵 那丑陋的皱纹果真没有了 解粗了 是媳妇帮我解粗的 脸都被老爸捏变形了 所以导致口齿不清 好 太好了 突然将亲儿子狠狠摁入怀里 还关切询问有哪里不舒服 果然是轻生的 他身体哪哪都好 就是快被他给憋死了 皇帝反应过来立马放开了儿子 嘿嘿 抱歉啊 安施雅看到这对父子温馨的场面 心里也是十分感动 皇帝转头看向他 紧握他的双手 谢谢你解除了布雷克的诅咒 他明亮的眼神里透露着真挚的感激之情 不用客气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他也没想到被布雷克做了一口 诅咒就轻易解除了 这时布雷克过来牵住他的手 也真诚感谢媳妇为他所做的一切 他的手很温暖 手掌的温度仿佛在告诉他 这一刻的幸福原来不是梦 也希望这份幸福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这边理查德来看望被关进地牢的父亲 可卡西尔公爵一见到他 就激动的质问 为什么不阻止弗兰克喝酒 他嘴上说着抱歉 可实际心里乐开了花 原来皇宫舞会这场动乱就是他设计的 目的是将同父异母的兄长给拉下马 所以那天故意让他喝醉参加舞会 原本等他不自量力冒犯太子妃时 他来的英雄救美将其救下 好博取他的真心 这一切原本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可等他自信满满准备上场时 怎料被皇帝那个老灯给截火了 害得他错失博得美人的欢心 只是没想到他父亲是个笨的 不仅冒出来指责陛下 还显露出对皇位的觊觎 最后皇帝以叛国罪将他们关押毙牢 这也意味着他在向我们宣战 当务之急时先想想对策 接下来他肯定会追查父亲秘密谋杀他的罪行 虽然所有证据都销毁掉 但我们还有一个证人 那就是正在受审的弗兰克兄长 只要把所有的罪责让他一人背锅 您就可以脱身出来 不料公爵暴怒给了他一巴掌 指责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就算让他搭上自己的生命 也要把弗兰克给救出来 不然把他逐出家门 下场就跟他母亲一样 听到父亲恶毒的言语 他咬紧了嘴唇 戴上都冒愤然离取 想着要不把他们都嘎了给母亲报仇 不过现在还没有能力自保 不能这么做 自从布雷克脸上的皱纹消失后 媳妇就每天直勾勾盯着他饭花痴 他不明白媳妇怎么老是看着他 拽呆了帅呆了 解除诅咒的布雷克乌黑的脸上 没有一丝瑕疵 把安什雅弥的直溜哈娃子 不明白媳妇为什么直勾勾盯着他 当然是我的小丈夫太帅了 不喜欢我看你吗 不是 我就是有一点点害羞 说完蹭着媳妇的手撒娇 谁知这可爱的举动让他心动不已 险些招架不住 他嘴上说着害羞 可行为却大胆无比 然后向只乖巧的小兔子 扑进媳妇怀里 他不禁疑惑 我的小丈夫是不是有点腹黑啊 又觉得是自己多想 他这么天真可爱善良 怎么可能腹黑呢 第二天 皇宫举办了一场 庆祝太子解除诅咒的宴会 这也是他第一次遇见了情敌 子觉夫人向皇太子和太子妃行礼后 赶忙招呼自己的女儿和布雷克认识 原来是听说太子的诅咒解除后 要过来给他庆祝 安什雅认为并没有这么简单 子觉夫人曾多次给他定做过礼服 却从未把自己的女儿带来过 他把沙龙推到布雷克跟前 殿下您还是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小的女孩了 太子妃可是比你老很多呢 他瞬间无语 明白子觉夫人在内涵他年龄比布雷克大 红毛突然紧握住他的手 听说你是个怪物 起初我很害怕呢 当亲眼见到我才得知 原来你长得这么帅 他瞬间打翻了82年的陈年老醋 年纪小才不懂礼数 也不能当面说布雷克是怪物 不料嫌弃将他的手给甩掉 眼神冰冷看着红毛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随便触碰我 子觉夫人惊慌失措向皇太子道歉 表示沙龙只是一时失言 红毛也被吓得两眼泪汪汪 哽咽解释自己很崇拜殿下 还厚脸皮说喜欢他 这话让他冰冷的毛子暗了暗 你在向有夫之夫告白吗 实在欠缺教养 滚吧 我以后都不想再看到你 真吓人 他第一次见布雷克发那么大火 和平时乖巧可爱的小兔子不同 原来是那对母女无视了安施雅 他才生气的 谢谢你 替我出了气 抱着正在气头上的丈夫开玩笑 这可怎么办 往后喜欢你的女孩都排到长城去了 我不要 有你就够了 真的吗 你是最漂亮的别人都比不上 救我救我 突然间他脑海里出现一个奇怪的声音 不禁惊恐的睁大了双眸 询问布雷克有没有听到别人求救的声音 没有啊 这怎么回事 怀疑是自己产生了幻听 见他一脸担忧 连忙表示是自己听错了 这边理查德还在设计谋害皇帝 好坐上梦寐以求的皇位 于是分出人区散布谣言 称有个会黑魔法的人能解除女神的诅咒 可还没等行动 就有人来禀报皇太子的诅咒已经解除了 听此他十分震惊 令他没想到的是 皇家骑士团已经把公爵府给团团包围了 他那个傻子哥哥 进不到一天就出卖了他们 帅呆了帅呆了 解除诅咒的布雷克乌黑的脸上没有一丝瑕疵 把安什雅弥的直溜哈娃子 不明白媳妇为什么直勾勾盯着他 当然是我的小丈夫太帅了 不喜欢我看你吗 不是 我就是有一点点害羞 说完蹭着媳妇的手撒娇 谁知这可爱的举动让他心动不已 险些招架不住 他嘴上说着害羞 可行为却大胆无比 然后像只乖巧的小兔子扑进媳妇怀里 他不禁疑惑 我的小丈夫是不是有点腹黑啊 又觉得是自己多想 他这么天真可爱善良 怎么可能腹黑呢 第二天 皇宫举办了一场庆祝太子解除诅咒的宴会 这也是他第一次遇见了情敌 子爵夫人向皇太子和太子妃行礼后 赶忙招呼自己的女儿和布雷克认识 原来是听说太子的诅咒解除后 要过来给他庆祝 安什雅认为并没有这么简单 子爵夫人曾多次给他定做过礼服 却从未把自己的女儿带来过 他把沙龙推到布雷克跟前 殿下您还是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小的女孩了 太子妃可是比你老很多呢 他瞬间无语 明白子爵夫人在内涵他年龄比布雷克大 红毛突然紧握住他的手 听说你是个怪物 起初我很害怕呢 当亲眼见到我才得知 原来你长得这么帅 他瞬间打翻了82年的成年老促 年纪小再不懂礼数 也不能当面说布雷克是怪物 不料嫌弃将他的手给甩掉 眼神冰冷看着红毛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随便触碰我 子爵夫人惊慌失措向皇太子道歉 表示沙龙只是一时失言 红毛也被吓得两眼泪汪汪 哽咽解释自己很崇拜殿下 还厚脸皮说喜欢他 这话让他冰冷的毛子暗了暗 你在向有夫之夫告白吗 实在欠缺教养 滚吧 我以后都不想再看到你 真吓人 他第一次见布雷克发那么大火 和平时乖巧可爱的小兔子不同 原来是那对母女无视了安施雅 他才生气的 谢谢你 替我出了气 抱着正在气头上的丈夫开玩笑 这可怎么办 往后喜欢你的女孩都排到长城去了 我不要 有你就够了 真的吗 惊恐地睁大了双眸 询问布雷克有没有听到别人求救的声音 没有啊 这怎么回事 怀疑是自己产生了幻听 见他一脸担忧 连忙表示是自己听错了 这边理查德还在设计谋害皇帝 好座上梦寐以求的皇位 于是分出人去散布谣言 称有个会黑魔法的人能解除女神的诅咒 可还没等行动 就有人来禀报皇太子的诅咒已经解除了 听此他十分震惊 令他没想到的是 皇家骑士团已经把公爵府给团团包围了 他那个傻子哥哥 进不到一天就出卖了他们 雷克终于邀请安施亚跳舞了 他毫不犹豫答应 皇帝设计扳倒了野心勃勃的卡西尔公爵家 理查德也因此被逮捕 这还得多亏了父皇的计谋 要不然连他的蛛丝马迹都追查不到 自从布雷克病中后 民间曾秘密流传过有关黑魔法的传闻 说可以把女神的诅咒转移给其他人 好让爱子心切的皇帝上当 这分明跟原著一样 理查德想利用黑魔法谋害皇帝 安施亚的头 宠溺地勾起了唇角的弧度 随后送了一件礼物给他 他接过后询问是什么 原来是光的眼泪 用于鉴别拥有光能量的继承者 安施亚将项链拿出来细看 刚触碰到他的手 吊坠瞬间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看来他能认出谁是光能量的继承人 可突然间 他脑海里又出现奇怪的声音 还是和上次一样的求救声 拉文太 救救我 吊坠还其一般发出耀眼的红光 安施亚 好在皇帝将他唤醒 发现他的异常 询问怎么了 他无法解释这种奇怪的幻想 只能谎称自己没事 因为只有他才能看到幻想 一千年前的天罗宫和黄金屋 还有女人呼救的悲鸣声 以及光的眼泪 想不通这些到底有什么关联 他心里感到越来越不安 虽然女神的诅咒已经解除了 总觉得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就在这时 侍从禀报黑暗之门越开越大 您赶紧去看看 安施亚一脸担忧嘱咐他要注意安全 我马上就回来 刚说完他扑进皇帝的怀里 我和布雷克会在家等你的 据说黑暗之门完全打开之时 就是帝国的灭亡之日 而封印黑暗之门需要光的能量 所以皇帝用的光能量越多 诅咒继承人就越痛苦 布雷克已经彻底解除了诅咒 暗里不应该再反射到他身上 他带着不安 祈祷接下来千万不要出事 见媳妇担心皇帝 布雷克宽慰他父皇 这次会平安归来的 随后牵住媳妇的小手 我们好久没跳舞了 要不要来一场 面对他的邀请 他心脏不自觉扑通直跳 太甜了太甜了 布雷克邀请媳妇跳舞 两人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 安什雅夸赞他跳得很好 又觉得自己的舞步变得生疏 要是和别人一起跳担心会出错 殊不知这话引得布雷克打翻了82年的醋 你还要和别人一起跳舞吗 和你跳完第一支舞 紧接着就是父皇 之后也会和其他人跳 这是舞会的惯例 听到媳妇说要和那么多男人跳 他感觉头上一片青青草原 你在吃醋吗 他毫不犹豫承认 语气十分霸道 不希望你和其他男人一起跳 只能和我一个人跳到地老天荒 然而他笑着表示 到时你也会和其他小姐姐跳舞的呀 谁知他坚定承诺自己不会和别人跳 没解除诅咒之前他们都讨厌我 如今我还不能拒绝他们的邀请吗 我只要有你就够了 知道媳妇吃这一套 抱着他猛撒娇 我就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也不想搬去其他宫殿 听此他眼里溢满了心疼 他现在虽成为了耀眼出色的皇太子 但心里的伤疤仍然没有愈合 就算我们搬到新的宫殿 以后还可以经常来这里 这里只属于我们的二人世界 听到只属于我们的秘密宫殿 他顿时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笑容 见到他终于笑了 安世雅也忍不住幸福地勾起唇角 他想要布雷克一直这样开心快乐地笑下去 谁知过后他每晚都梦见大火 每次都被这恐怖的场景吓得惊醒过来 他做起身苦恼地扶住额头 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后 剧情的发展和援助不同了 布雷克和皇帝都活了下来 他改变了原著的悲剧 但时常总觉得惶恐不安 不明白总是浮现起千年前的场景 火中的那个女人为什么一直在找拉文太 一件件谜团始终困扰着他 百思不得其解 怎料抬头一看 发现布雷克原本消失的诅咒又复发了 不料新的文样重新在他身体持续扩散 出现了古代的语言记录文样 当翻译出来写了什么 令他惊恐万分 二无太子的诅咒又又发作了 于是为了彻底解除诅咒 安什雅决定使用光的眼泪 把他送到女神的身边 没想到布雷克身上的文样 竟是女神留下的求救信息 现在他终于明白 脑海里经常出现那个悲鸣声的主人 就是光之女神 他被菲利普困在黑暗之中 所以利用他的子孙们 向身为拉文太后代的他发出求救 想要彻底解除千年诅咒的唯一办法 就是救出被困的光之女神 他拿出光的眼泪 请把我盖到女神的所在地去 不可以 安什雅不要走 布雷克察觉媳妇要离开他 哭着阻止他的行为 他解释这一次 一定要帮他彻底解除诅咒 布雷克仍旧固执地祈求他不要走 他怕以后再也见不到媳妇 不用担心 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说完放开了他紧握的手 他心里十分难受 并且舍不得安什雅离开他的身边 只能眼睁睁看着媳妇启动光的眼泪 金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他全身 最后变成一颗光芒消失不见 等他再次睁眼 发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四周一片乌漆麻黑又阴森 片刻才反应过来 这里是混沌之谷 意外的是皇帝也在这里 赶忙跑过来询问他怎么在这里 他刚想解释就被打断 陛下我们需要先关闭黑暗之门 得知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不可以关掉 这不是和魔戒连接的门 怎料这话遭到大神官的反对 指责他年幼不懂事 不关闭黑暗之门帝博就会毁灭 皇帝冷眼警告他 你是在无视我女儿的意见吗 这把他吓得成了安蠢 一个字也不敢蹦出口 他一秒变脸 宠溺的让安什雅继续说 我解读出布雷克身上的文样 是女神留下的求救信息 所以我们要救出 被困在飞暗之门的女神 诅咒才会彻底消失 然而皇帝表示女神由他来救 让他先回去 我不能回去 女神在召唤我 并且只有贝拉上光能量的继承者 才能解开 他顿时一脸担忧 这太危险了 怎料就在此时 魔物突然出现攻击他们 张着血盆大口 恍复要把他们引寸了 谁知只是掳走了安什雅一人 皇帝神情交集万分想救他 可最终无奈眼睁睁看着他 消失在视野中 在这里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勉强看到这帮小魔物们 知道小家伙在给他带路 所以一路跟随他们 可不知走了多久 他感觉路越来越拧拧难走 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只有为了解除布雷克诅咒的信念 在支撑着他 直到最终他没有力气倒下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 充满生机勃勃的室外桃园 他以为是自己看到了幻象 触感到清凉的湖水 才明白这是真的 拉文太久等了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光之女神 为了解除心爱之人的诅咒 安施雅使用光的能量 将他带到女神的身边 尽管布雷克万般不舍 却无法动弹阻止媳妇 谁知这一别 令他们整整七年间无法相见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变成光芒消失不见 他来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室外桃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人紧紧地抱住 来人一头乌黑的长发 正是召唤他的光之女神 原来这一切只是 是安施雅千年前的记忆 此时他是拉文太 那时光之女神 不仅是他的好闺蜜 还细心教导他练习光魔法 我们不是朋友吗 以后直接称呼我名字就行 知道了 塞帕尼亚 见他答应 女神开心地抱住他 突然草丛里的动静 引起他们的注意 原来是菲利普 没错菲利普就是理查德的转世 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时 有种强烈的抗拒感 伯爵大人在担心你 我们快回去吧 他表示拒绝 今天要跟小姐妹一块玩 怎料他竟主动和女神搭讪 见到你很荣幸 我叫菲利普 然而女神见到他后 却心动不已 当时安施雅怎么也没想到 菲利普会故意招惹光之女神 没过多久 他俩就坠入了爱河 就这样无忧无虑过了几年 他们都成年了 你的头发可真柔软 就像黑色的绸缎 一直顺滑 然而女神夸赞他头发也好看 罗舒尔应该会很喜欢 一提到自己的心上人 他的脸止不住火辣辣的 不明白他怎么知道 是把他当成朋友看待 他能理解单恋有多辛苦 可他觉得女神在开玩笑 正在热恋中的人怎么能体会到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塞帕尼亚 已经察觉到菲利普对他不是真心的 罗舒尔身为帝国最强的骑士 总是四处征战讨伐魔物 因此累积赫赫战功 听说很快就会被册封为皇太子 当他听到这个消息 觉得他们之间距离变得越来越远 劝自己尽快早点死心 就在此时 罗舒尔突然出现在眼前 表示有话要对他说 然而他却心灰意冷 恭喜他即将成为皇太子 以后你会很忙 不用亲自过来找我了 男人反而温柔拉住他的手 霸道地让女孩看着他 注视他使心脏不禁扑通直跳 你愿意嫁给我吗 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